在盛大的婚宴上 新郎官正埋头干饭 仿佛他是专程来吃喜的 豪迈吃相震惊了新娘 也让台下的臣子频频侧目 为了不让丈夫成为笑话 玛丽立即递给他叉子 但男人接过看了看 又趴地放在一旁 说在他老家那边 叉子是用来翻草的 听到丈夫的迷惑发言后 玛丽顿时觉得尴尬极了 继母的打趣就像及时雨 让不知所措的新娘会心一笑 意识到现场窒息般的氛围后 马克西米利安突然站了起来 他的发言震撼了妻子玛丽 看着这个英俊威猛的男人 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查理 也是这般的守卫他的周权 所有人都被新任公爵打动 都举杯庆祝两人缔结良缘 宴会上的喧嚣热闹退去后 只给新人留下一世的羞涩 妻子玛丽霸道宣示了主权 然后就退去了身上的睡意 面对妻子坦诚相见的主动 马克西米利安却显得怪异 压抑着蓬勃的欲望推开她 静止朝着房门的方向走去 推开房门发出了一声大贺 将围观听墙角的众人赶走 继母看着女婿完美的身材 也扬着满意的微笑出去了 脑人的爱事者都离开之后 新婚房中才迎来一世春光 情义绵绵的洞房结束之后 夫妇有了第一次心灵交流 关于如何经营好婚姻家庭 两人的原生家庭不算幸福 对未来都充满了惶恐敬畏 玛丽也是随悦而安的女人 温柔的宽慰马克西米利安 不知道怎么经营也没关系 只跟搞砸婚姻反着来就行 妻子的豁达给了男人力量 明明在重男轻女家庭长大 却能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不可谓不是个真正的勇士 知道妻子对家庭的期待后 男人也表现了自己的作用 天亮之后 继母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 免不了对玛丽一顿消遣 看着女儿略显娇羞的脸 她就知道两人是和谐的 这天男人像往常般醒来 发现温柔体贴的妻子 竟没有陪在身边安睡 撑了撑懒腰后才看见 玛丽在侍女的服饰下 正擦拭着身体的汉子 这份异常引起男人注意 但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 她那远在奥地利的父亲 又像水质般地贴了上来 她派遣了富商前来要钱 匈牙利和奥地利又开战了 他们需要大笔的战争资金 玛丽文言只觉得太过荒唐 她不愿为奥地利的战争买单 马克西米利安陷入两难境地 她经过熟秒谨慎的思考后 跟富商资循养军队的费用 又了解自备武器的区别后 她提出要继续跟富商贷款 用于对抗法兰西的入侵 商人从不谈没有利益的买卖 菲特列已经欠下了巨大借款 她说什么也不再信空投支票 必须得要有抵押物才可以 马克西米利安没有主动权 唯有将奥地利境内的盈眶 全都抵押给了富商买兵力 同时马克西米利安也明白 他要行动起来争取主动权 才不会再次陷入同样境地 于是他呼啦啦地带着侍卫 冲进了反叛贵族的集合地 终止了所谓的大特权法案 当那群自称辅证大臣的人 气冲冲想要挑衅推翻他时 在看到男人拿出的物品后 瞬间掩齐息鼓失去了主张 作为乱臣贼子的领袖人物 则直接以判国罪逮捕收监 其余人见状立即瑟瑟发抖 跪下亲吻公爵的手背投诚 马克西米利安也抓准时机 提出洗脱罪名的唯一方法 他要筹备一万五士兵的装备 武器盔甲等会在伯根地完成 但他只会支付一万份的费用 其余的支出由他们代为支付 实施误者为俊杰 他们没有反对的理由 解决完军资的问题后 马克西米利安为了妥当 又来到雇佣兵的集合地 赤巨资购买了一百兵力 用来训练民兵抵御入侵 他要亲近一切守卫他的家人 夜里夫妻温存的时刻 玛丽询问丈夫 他是如何得知自己怀孕的 听着男人细数他的发现 一股幸福感油然而生 原来嫁对了人是那么美好 温柔可抵世上的万千磨难 他也愿意为爱人生儿育女 在甜蜜爱情的滋润下 迎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玛丽作为伯根地的女公爵 生产时也要对着上帝忏悔 通过洗涤灵魂去洗清罪孽 达到平安顺利生产的目的 经过漫长的等待与挣扎后 长子菲利普与他们见面了 看着强壮又健康的小人 满足感充斥夫妇俩的心田 两人四目相对一笑的瞬间 马克西米利安犯出了泪花 法兰西人的阴谋又开始了 他们在民间鼓吹孩子性别 说玛丽公爵生下的是女儿 他们的王权遭受巨大挑战 为了重新赢得百姓的信任 马克西米利安邀请全部人 去教堂参加菲利普的洗礼 但处于人群中的反叛贵族 却露出了一丝窃喜的笑容 万众期待的一天很快到了 玛丽夫妇等人带着小宝宝 在主教的祝福中完成洗礼 所有的礼仪流程都结束后 玛丽将孩子接到自己手上 然后高高地举起展示性别 在所有大臣百姓的祝福中 玛丽抱着小王储走在前面 马克西米利安走在他身后 全副身心守卫母子的安全 忽然人群中闪过一道刀光 等左右的护卫反应过来时 马克西米利安已经中招了 趁着所有人呆愣住的时候 凶手也从混乱中逃了出去 自此男人陷入深度昏迷中 不幸中的惋性 刺刀被肋骨挡了一下 没有危及男人的生命 在玛丽一不解代的照顾下 马克西米利安逐渐清醒过来 好像每一次的磨难 都加深了对彼此的爱 两人含情默默的时候 法兰西的路易就遭难了 得知下属刺杀不利 马克西米利安还活着时 他的血压就疯狂上升 三度中风被活活气死 太子看着兵荒马乱的场景 知道自己要担起家国的众人 于是以稚嫩的身躯扛起大旗 亲自率领骑兵团攻入伯根地 老弱病残的农民兵对上骑兵 无疑就是以卵基石的下场 但马克西米利安不能退缩 必须迎难而上保护他的家人 幸好在临出发的时候 奥地利将军领着一千精兵支援 给示弱的伯根地增加了底气 在他打一针针鸡血的作用下 所有的士兵都热血沸腾起来 马克西米利安又做出承诺 每一个比他杀更多敌人的人 都能够获得五枚金币的奖励 大战一触即发 战士们士气高昂 在一声声冲锋号的激励中 无论是农民还是雇佣兵 都表现得威猛十足 留守宫中的玛丽 也不停跟上帝祷告 他的爱人一定要凯旋 出生的太阳带来希望 玛丽好似做了个美梦 他的白马王子盛着光 从残酷的战场回来了 直到他来到他的身边 与他互抵着额头亲密 才有了一丝的真实感 俗话说小别胜新婚 这隔着生死的离别 更是将两人的爱情 拉到了最浓厚的时刻 积攒的热情倾泻而出 再多的理智也压抑不住 十个月后 他们的女儿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出生了 两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玛丽也有时间重拾爱好 1482年的春天 他们带着一儿一女游玩 爱骑马的玛丽参加了猎鹰活动 两人迎着春光在马背上挤驰 彼此互不谦让又势均力敌 就如同他们的爱情那般匹配 忽然一声惨叫升起来 玛丽被甩下了马背 又被踩断了几倍 马克西米利安无助地看着 在某一天的晚上 玛丽到了弥留之际 这一年 玛丽年锦25岁 马克西米利安锦23岁 在往后的漫长岁月中 马克西米利安虽然新娶了妻子 但她再也没能像现在这般 拥有幸福甜蜜的爱情了 他们的孙子查理武士 在后来成为欧洲的霸主 历经图治的马克西米利安 成了哈布斯堡王朝鼎盛时期的奠基者